猛疹有好多腰椎间盘突出的 今天给大家讲讲关于腰椎间盘突出 一般医生呢没有时间讲的三个知识 大家千万别错过 第一呢其实大部分的腰疼啊 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 像我们坐久了站久了以后腰疼啊 还有擦地啊刷碗呀洗衣服呀 弯腰时间长了以后呢 这腰就跟蛇了似的 这种不舒服呢主要是腰急老怂 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老坐着多活动啊 多做做腰背肌的锻炼呀 那肌肉的力量炼强了以后就不容易疲劳了 第二要椎间盘突出以后呢 它就回不去了 不管是吃药扎针灸推拿也好 都不能让突出的椎间盘呢再回去 那为什么吃药有效呢 因为要消除炎症 椎间盘突出了以后呢 压迫神经呢就会水肿发炎 从而呢会出现腿疼腿麻 那我们就是用消炎消肿的药和营养神经的药呢 来消除神经的炎症 比如我们经常吃的洛索洛峰啊 麦芝林啊 还有甲骨胺啊 第三绝大多数的腰椎间盘突出 是不需要手术的 那我们通过正规的保守治疗 多数都可能得到缓解和治愈 有的人呢一上来就直接做手术 实在是有点可惜了 什么样的必须要做手术呢 压迫了麻尾神经 出现了大小便的障碍 或者是足下垂呀 下肢肌肉的萎缩呀 这时候就别拖着了 要尽快地去做手术 好